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现在全世界好像都在回归正轨,疫情好像也与我们是渐行渐远了 除了中国因为关了太久,突然开放,导致了疫情大爆发以外 其他国家好像感受不到那种因疫情带来的紧张气氛了 而且说来也奇怪,中国政府一看结束清零以后 国内居然疫情大爆发,死了如此多的人 于是想让世界各国也都尝一尝混乱的滋味 就又开放了已经关闭了近三年的护照办理和国门 开始向外输送病毒了 结果令中共意想不到的是,这波病毒竟然这么认人 尽管在中国引起了大面积死亡 但此波疫情到了国外,竟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甚至可以说连小小的涟漪都没有 那各国居然都没啥反应 更令中共无法忍受的是,居然还有一批国人趁此机会跑路了 中共政府真是偷鸡不成18米 又干了一次损人不利己的事 于是在开放一个月后的2月8日 又开始限制国人出境游了 可是国内并未因此而消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么这疫情到底过没过去 还会不会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阿南德的预言 他在2023年1月17日的视频中除了预言六大灾难 他还警告本月可能爆发一波大疫情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情况 近日内蒙古呼和号特使发布了一则 呼和号特使永久方舱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标段的招标公告 引起民间热议 不少网友就质疑新冠确诊者已不需要集中隔离 何以仍要招标建设永久方舱医院 难道是再有病毒悄然掀起 不是中共又制造出新病毒来祸害国人祸害世界了吧 毕竟在新冠疫情大爆发的一年前 中共就未雨绸缪了 在2019年9月18日 在武汉天河机场举办了一场新冠病毒的感染应对演习 所以为啥要建永久方舱呢 国人真的应该警惕 据中共喉舌央广网3月1日报道 2023年2月27日 呼和号特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发布一则呼和号特使永久方舱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标段的招标公告 根据呼和号特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显示 目前该项目已在呼和号特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中心备案 招标人为呼和号特使卫生健康委员会 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国有投资百分之百 工程计划总投资是7996.46万元人民币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正进行公开招标 至于建设地点则在呼和号特使黄河邵镇铁路34线以南 线道004以西 总建筑面积达15375.16平方米 据悉 这次招标设置868张床位 建设内容为隔离用房和保障用房 其中隔离用房包括隔离区护士站 休息室 治疗用房 登记用房等 保障用房 包括管理用房 物物暂存间 库房 洁净通道等 室外附属工程等 此次呼和号特见永久方舱事件是引起了舆论关注 不少网友质疑集中隔离的日子既然已成过去了 那兴建永久方舱医院的意义何在 难道是在有病毒悄然掀起了吗 值得关注的是 近日中国多地发热门诊出现大批学生患者 官方称的是假瘤 也就是假型瘤感爆发 因为不做核酸检测 所以真正的病因不明 假瘤可以引发白肺现象 我们有网友留言称这是事实 的确假瘤可以引发严重肺炎是事实 但是在疫情前 假瘤大面积广泛引发肺炎的情况却不多见 而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白肺情况非常普遍且严重 到底中共是不是将更多的白肺现象 灌到假瘤名下 我们无法知晓 因为如果大家上网以假瘤引发白肺作为关键词搜索 你们可能会发现弹出来的都是近两三天内中共专家的说辞 而我去查2018年假瘤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发现中共疾病预防控制局官方网站上是只有流感 而没有将流感进行细分 总感染率是765,186人 死亡人数仅为153人 维基百科上也说假瘤极度严重才会产生致命性肺炎 但并没有明确说是白肺 所以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 要么假瘤在背新冠的锅 要么中共国又神奇了 新冠疫情还没完事呢 西班牙流感般的假瘤又来了 真是多灾多难的国度 用中共的话讲 这可能是又要兴邦了 大国又要撅起来了 那据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澎湃新闻 2月28日报道称 近日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多地中小学学生出现发烧症状 部分学校因发生假瘤或流感而停课 流感我们都经历过 这般可以停课的流感 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 同一天中共财经头条报道 假瘤大范围爆发 抢药潮重现 很多药店缺少感冒药 如缓解儿童感冒或疼痛的解热阵痛药美林 或成人用的奥斯塔维 都处于断货状态 多地儿科医院也已经挤爆了 成人也因为患流感而排队 上海长海医院医生2月28日告诉大纪元 这几天各医院发热门诊患者很多 现在来就诊的患者都不做核酸检测 不知道是否是新冠病毒第二波爆发 所以都按假瘤或蚁瘤等流感类疾病处理 2月27日杭州西湖区一所学校的老师对大纪元表示 学校发热的孩子越来越多 之前说是25日返校 现在又延长了 还得在家里上网课 早在2月20日和21日 天津杭州上海江苏等地就爆出相关疫情 2月21日江苏镇江丹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 至今年开学以来 该市陆续有22个班级出现发热咳嗽等聚集性疫情 三个班级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聚集性疫情 同一天上海青浦一小学某班级因流感停课四天 青浦区教育局证实此消息属实 并表示学生们患的是假瘤并非新冠 2月20日据微信公众号天津发布消息 天津市北陈区华晨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有个别班级 因学生发烧而暂停线下教学 2月20日杭州日报报道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某小学12名学生有发热症状 称此为流感聚集性传播 近日因发热流行 奥斯塔维等关键词频繁登上热搜 仅在2月26日当天 假留一词的百度检索次数超过10万 与此同时治疗流感的药物出现短缺和断货现象 2月28日大纪元记者连线上海黄浦路一家药店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感冒和消炎药很短缺 尤其是美林和奥斯塔维几乎是断货 即使进来一点也是很快就卖光了 另外正值中共二会来临之际 广东江苏分别出现两种禽流感传染病例 其中江苏一名53岁女子感染了H5N1禽流感 她的病毒株与柬埔寨出现的人类感染个案相似 据荷兰BNO News3月1日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最新病例是一名来自中国江苏省的53岁妇女 她在接触加勤后于1月31日出现症状 并于2月对H5N1禽流感检测呈阳性 她目前的状况不明 虽然目前尚无禽流感会人传人 或会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的证据 但专家警告 在中国新发现的H5N1禽流感个案 是由2344B病毒株引起 该病毒株已在全球范围传播 引起人们对可能威胁人类健康的担忧 世卫组织传染病危害管理部门主管布莱恩德表示 由于H5N1病毒在世界各地的鸟类中广泛传播 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病例报告不断增加 全球H5N1情况令人担忧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南德之前对疫情及其他方面的预测 据TVBS新闻网报道 阿南德对2023年提出六大语言 一通货膨胀危机 二地缘政治紧绷 三三大紧张地区持续 四各国经济危机 五粮食能源出问题 六疫情与疫苗危机 针对地缘政治的紧绷区域 阿南德认为台海 台湾与中共 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 韩国与北朝鲜 这些地区将会是世界三大紧张地区 且紧绷情况将会持续 阿南德更大胆预言 俄乌战争将在2023年11月才会真正结束 阿南德表示 人类今后20年最重要的问题将会是粮食危机 对于新冠疫情议题 阿南德称 新冠肺炎将会在2023年4月结束 但在结束前 3月的时候又会爆发另一波大疫情 将考验全球医疗能力 关于疫情 阿南德早在2023年1月17日的预测中 也表示 3月份疫情依然不会太乐观 而在2021年的一次预测中 阿南德也说过 从2023年4月份开始 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将经历一个对人类各个不同方面的巨大过渡 这个过渡 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但不破不力 希望是一个可以让人类 或至少让更多人能看清真相的过渡 让更多人能够回归信仰 能够得救的过渡吧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